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心中的不安才稍稍缓解 因为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一度滞留武汉 现在终于回家了 我们下飞机之后会有两道消毒 我们是刚下飞机的酒精消毒 然后再踩那个消毒师的地点 下季后还要完成三道关卡 先喷酒精再来是踩消毒地点 这时也会测量体温 确认身体状况 最后穿上蓝色防护衣 折腾了一整晚 总算可以回到检疫所好好休息 即便在自己房间内 也戴口罩做好隔离保护 在抵达之前 卫福部就已经动员了大量人力待命 就连部长陈时中都亲自抵达现场 穿上隔离衣 戴口罩手套坐诊指挥 首批回台的国人搭乘班机 MU9004晚间九点半从武汉起飞 大约11点50分桃源降落 而机上一共247人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初步检验 发现有一人发烧 两人有呼吸道症状 已经送往医院的负压病房安置 另外一对母子父同同样送医 而剩下的242人 个别送往三个检疫所 从重灾区回台 虽然不能立刻返家 不过踏上国土 就能有完善的照护 这趟回家的路真的不容易 之后也得把还滞留在武汉的台湾人 平安带回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